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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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固定六 每天晚上的8點到8點半 收看股市資政的節目 我是資政阿豪 就在上個禮拜三 當加權指數到8754點的當下 阿豪向我們全國的觀眾朋友 發出了一個1090 聚集行動的一個召集令 隔了兩天 加權指數應聲大跌 超過250點 很多我們的觀眾朋友 都對於這個1090 聚集行動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可以這麼神奇 紛紛來電做一個詢問 所以阿豪在這個禮拜天 在這個禮拜天的下午 禮拜天的下午 阿豪要把1090 我們聚集行動的一個具體內容 跟我們所有的與會觀眾朋友 來做一個公開的一個說明 禮拜天下午2點在台北 神之K線所引申出來的這個 1090聚集行動 我希望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除非你對賺錢完全沒有興趣 不然的話1090的聚集行動 我希望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既要是我的觀眾朋友 你多能夠確實的撥控到現場 阿豪要讓各位知道 這個1090的一個聚集行動 到底能夠帶給各位多大的一個獲利空間 更重要的是怎麼去賺 這個才是真正的一個重點 其實談到賺錢 從這個股票市場上要賺錢 其實很簡單 只有三大要素 哪三大要素 股市獲利 只有三大要素 沒有其他的 第一個叫方向 第二個叫節奏 第三個叫選股 各位如果你是操作指數期 或者觀眾朋友 你可以把台子期 把它當成是單一個股 所以你要著重的一個重點 就指在於方向跟節奏 怎麼去做一個掌握 到底什麼叫方向 什麼叫節奏 這個是這一個禮拜以來 一直在節目上 跟各位強調的一個重點 因為說真的 你如果連方向連節奏 你都沒有辦法去掌握住的話 那談何獲利的一個來源呢 我們就舉這一個禮拜 這一波剛跌下來 大家印象最深刻 這剛好也是一個方向跟節奏掌握 一個絕佳的一個範例 6月8號端午節前夕 就在當天 公到了8754點的時候 市場上大家絕對看多 大家覺得一定有更上一層樓 可是也就是在公到8754點的當下 阿豪正式的跟我們全國的一個觀眾朋友 發出了1090的聚集行動 召集令 市場到底是聽誰的 隔天 加全指數應聲大跌超過200點 尖頭反轉出現了 在隔天 加全指數 從高點8754點 應聲大跌超過250點 來到8503點的當下 阿豪跟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報告 接下來他要走的是一個大頭小尖 但是大頭小尖怎麼走 不變的是K線暗示 這個點位一定會讓我們再看到 既然我們有了一個方向 有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目標 他的方向是在那個地方 K線暗示的那個點位 必然在線的前提之下 各位那節奏到底怎麼去做一個掌握 很多人會在這個地方去做一個追空 可是在這個地方追空完畢之後 在當天 他馬上把你嘎了77點 在隔天 他就讓你看到了8608點 可是就在這兩天 市場上的投資人 又把他當成他是一個 開始去做一個反彈 變成是一個回升的時候 大家開始去期待的8840 這個點位一定會在網上突破的時候 各位你今天看到的是市場 他要給了你再一次的警告 1090的聚集行動 目前仍然持續在進行當中 可是我們仔細的去回顧這一段 各位1 2 3 4 5 剛好五個交易日 剛好就是一個方向跟節奏掌握的一個 絕佳範例 怎麼說 各位我們一天一天來看 這個地方我們做一個放大 這個地方我們做個放大 對我們就集中在這五個交易日 當他到8754點的時候 所有的人看到他會有更上一層樓的期待 大家心中都感覺應該會再漲吧 可是就在隔天 大跌200點 就在隔天 大跌超過250點 所有的人又開始悲觀了 在這個地方開始去看空了 甚至在這個地方 著手去放空了 可是你放空之後 指數連續兩根紅K棒 各位又是嘎了100點上來 可是就在這個地方 大家又開始感覺 是不是又要開始去做一個回升了 是不是這個8754點 肯定再往上突破 甚至8840點 今年的高點又要再持續再往上突破的時候 今天他直接用跳空下跌 而且做了一個破線的一個動作 各位 1 2 3 4 5 光是這五個交易日 你方向掌握對了嗎 你方向即便看對了 可是你節奏 你踩錯了 你還是沒有辦法從這個市場上去賺得到錢 所以為什麼在這個禮拜 我要一而再再二三的跟各位去強調 股市你要賺錢 真的就只有這三件事情 期貨操作的 你就只有方向跟節奏的掌握 而其中最精華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是節奏到底怎麼樣去踩 各位 節奏到底怎麼樣去踩 我們同樣的再把這個地方去做一個放大 你如果沒有辦法去掌握住大盤的節奏 我相信你即便方向看對了 你在這市場上永遠還是賠錢的那一位 老師不客氣地講 那到底怎麼樣去掌握這個節奏 各位 這個就真的要有真實的功夫存在了 你再仔細地去看這一段 1 2 3 再破底 這走的是什麼 這走的不就是標準的一個蠟場嗎 什麼叫蠟場 我們每天都有新的觀眾朋友 投入我們的節目 然後再次的跟各位 新朋友也好 或是老朋友也好 再次的跟各位提醒 各位蠟場是台北股市 它最常出現的一個型態 什麼叫做蠟場型態 蠟場型態是技術分析中 比較需要從波段行情規劃的一個型態 注意波段行情 在整段行情它還沒有完成之前 你都必須要朝著同樣一個方向去做一個操作 舉例 如果它是往下 它絕對不是一波到底 它絕對會走得拖你帶水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震盪下修 它是往下沒有錯 可是當它破底之後 先幫你嘎出場 再破底 嘎出場再破底 嘎出場再破底 嘎出場 直到整段行情走完為止 各位 你明明看對方向 可是你在這地方 你去買多 在這地方停損 買多 停損 買多 到最後你會發現整段行情過去了 你看對了方向 可是因為錯過了節奏的掌握 你還是沒有辦法從這個市場上去賺得到錢 正確的一個做法 如果我們判定它是一個向下的蠟場行情的話 各位 那最重要的功課只剩下一個 你必須要找到對的狙擊點 也就是對的空點 對的回補點 當它彈上來 你必須要有把握 非常精準的去找到第二次的狙擊點 當它彈上來第三次的一個狙擊點 直到整段蠟場行情走完 這個就是阿豪在節目裡面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的一個重點 我們觀眾朋友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去賺得到錢 因為你看到的永遠是當下 因為你看到的永遠是 昨天跟今天的那一根K棒 你沒有辦法有一個比較大的 各位 同樣的我們再回到這個地方 同樣的再五個交易日 這五個交易日 跨多 跨康 跨得 跨康 各位 如果明天它又上去怎麼辦 我相信你如果永遠看的只是當下 你沒有辦法看出來 它整個波段的一個規模的話 即便你方向看對了 但是你這個節奏踩錯 踩錯就讓你整個人都搞得運投轉向 所以阿豪一而再再三的去強調 甚至阿豪會去做一個強調 1090的狙擊行動 真正的重點是 節奏到底要怎麼去做一個掌握 這個才是真的看得到 而且能夠吃得到最關鍵的一個因素 到底節奏怎麼去做一個掌握 我相信加權指數這麼說 很多我們的觀眾朋友 包括很多的新朋友 可能還是覺得非常的模糊 我們再把它距離化一點 我們分析加權指數 我們只有一個目的 我們要找到台子期的一個聚集點 因為我們做的不是加權指數 我們真正賺錢的 是賺期貨市場上的錢 期貨市場上那個節奏 到底要怎麼踩呢 那個節奏到底要怎麼踩呢 來 各位我們就舉剛剛發生的這個例子 再一次的跟我們所有觀眾朋友來做一個報告 只要你有學過技術型態的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頭肩頂的右肩 它是一個獲利空間最大的一個聚集點 左肩已經完成了之後 頭部出現 當他來到這個頸線 很多人會死在這裡 很多人會看到 哇破了錢底之後 在這個地方空 各位你一空 市場上的主力他不是阿呆頭 你一空他一定把你嘎出場 順便再繼續做一個右多 有沒有真的再做一個右多 來這個是6月14號 他也一定把你嘎出場 順便再去做一個右多 這個是6月15號 可是你如果對於這個型態 你非常了解的話 我相信這個右肩 絕對是你獲利空間最大的一個聚集點 你絕對不能夠錯過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呢 如果昨天因為6月的台子期 你覺得這個市場已經晴空萬里 可以更上一層樓的話 我相信你如果追多在這個地方的 你今天看到的 你會發現你剛好追在這個蠟場的一個聚集點 不是嗎 這不是一個非常非常標準的一個蠟場走勢嗎 蠟場行情它是一個比較需要從波段規劃的一個行情 當這個行情還沒有整段走完之前 都要朝著同樣一個方向去做一個操作 當它是震盪下修的一個行情 重點是你必須要找到它的聚集點 更重要的是你要找到它的一個回補點 我相信一而再再而三的用加權指數 用我們真正在操作的台子期 各位這真的是錢在叫他輸贏的 這個商品 再把它拉出來 我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你會慢慢的 藉由阿豪老師的一個分析的一個講解 你會對於接下來的一個操作 你會越來有越清楚的一個輪廓 這個是60分線 但是更重要的是 即便60分線阿豪用這種 用頭肩頂的右肩再跟你具體化的時候 你還是會張惡金剛摸不著頭緒 你也說阿老師哪有人看到60分線 我都也是看15分線看5分線 甚至看1分線 各位你說到了一個重點 其後他講求的就是精準的出手點 但是精準的出手點怎麼去做一個掌握呢 來我們再把它講得細一點 在15分線的部分 在15分線的部分 各位這個不就是阿豪昨天跟你講的機會點嗎 在我們昨天節目結束之前 阿豪斬定截鐵的告訴你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機會 機會在什麼地方 高檔收兩黑肯定還有比這個點位更低的點 這個是神之K線裡面的一條 高檔收兩黑必有低點 如果我們可以非常非常的肯定 這個點位肯定在灌破的時候 坦白說在這個點位以上的任何一個點位 去做一個放空 你都是這個市場上一個最大的贏家 但是重點是當他給你這個市場 給你這個機會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領先的看出來 這是一個機會點的呢 那這到底是不是一個機會點 市場永遠會給你一個正確的答案 這個是昨天我們的規劃 這個點位他肯定在灌破 昨天收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各位這個點位肯定會灌破 今天市場是不是真的這樣子去做一個呼應呢 各位 昨天是收在這個地方 昨天是收在這個地方 來再做一個比對 當你在昨天 你就可以非常清楚非常篤定的知道 昨天最後一個十五分線 他是收一個十字嘛 就是這一根嘛 可是你在昨天收完盤之後 你還不知道下面這一段喔 你能夠非常篤定的知道 這個就是一個絕佳的一個聚集點 靠檔收兩黑必有低點 那這不就是一個絕佳的聚集點嗎 所以你如果有辦法提早發掘這市場上的一個機會點的話 你確實的在這個地方去做一個佈局的話 各位那你是不是踩對了節奏 而得到市場上的一個紅利呢 我相信這個這麼具體化 由大到中到最後你那個扣板機的點位 各位你藉由阿浩老師的這樣子的一個分析 你已經慢慢的對期貨的一個操作 從原來的五頭蒼蠅已經慢慢的晉升到 喔 當下機會要這樣做才會贏 各位還不只是這一段 這個只是昨天跟今天剛剛發生的一個事情 更重要的是那前一段阿浩老師 那前一段真的有像這樣子嗎 各位期貨絕對沒有那種僥倖的 期貨的贏家他絕對不可能憑脆靠運氣 期貨真正的贏家他一定有他實力所在 我就常常跟各位去做個分享 我怎麼樣去抓聚集點 杯柄是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杯柄是什麼 我相信我們的老朋友已經都非常的熟悉了 我們今天也不用再浪費時間了 我們就直接舉剛剛發生的這個例子 這一波昨天到今天大家已經看到了 高檔收兩黑必定有低點 結果今天馬上把你抬下去 那前一波呢 前一波又是怎麼樣去找到 這個聚集點 又是怎麼樣踩對市場上的一個節奏呢 杯柄啊 就是杯柄啊 在6月8號當天 在6月8號他不就是這一波的起碟點嗎 在6月8號當天 當他的一分線 他已經慢慢醞釀出一個杯柄形態當中的時候 我已經扣好我已經準備好了 可是觀眾朋友 如果你在當下你沒有一個專業的從業人員 來幫你引導幫你去做一個規劃的時候 你絕對會錯過 因為當天市場上的氣氛是非常high的 當天加權指數他是創下波段的高點 8754點的 你6月的台子期你在那個時間點 你只有想到逢地要買進 可是你卻忽略掉了真正的一個大架構 真正的一個節奏怎麼樣去踩 這是不是一個杯柄 我相信大家有上過阿羅老師課的 甚至你是我們的老觀眾 你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只是問題 是你在當下你有看出來嗎 還是你看到這個杯柄已經成形之後 你一段熟悉的一個機會 又讓他從手上溜走了呢 杯柄跌破警線 用最快的速度直接往下破底 我相信這個是大家看到 你非常熟悉的一個機會點 Stop sale 在節目上我講過不只上百次了 那是一個豁然率最高的一個型態 那是一個基金法人操盤手 他最喜歡的一個型態 突破就是跟進嘛 但是重點是 如果你在盤中 沒有一棟阿羅老師的文字簡訊 你抓得到這個機會嗎 在6月8號當天 早上的9點47分 阿羅在第一時間發現 8714只要跌破 杯柄成形跟進放空 我把這一通文字簡訊送到 我們會員朋友的手中 會員朋友槍口一次瞄準 只要他跌破8714 看到8713空單順勢進場 就在這裡 看到8713 杯柄跌破警線 杯柄成形 空單順勢進場 空單順勢進場之後 你就看到市場上用最快的速度 讓杯柄去發動 他第一次的一個爆發力 可是杯柄他運用的一個重點 並不是只在於這30點 三分鐘殺到30點 那個只是第一段 更重要的一個爆發力是在於 他第一次只是跟市場上發聲 出聲啦 出聲啦 就說我要開始殺了 可是殺下去之後 市場上的人 我跟進去之後 各位你覺得主力是阿呆頭嗎 跟進去之後 他一定先幫你嘎出場 怎麼樣嘎出場 出聲 發出聲音 我要開始殺了 可是一般的投資人 在這地方跳進去之後 他一定先把你30點先嘎出場 可是你有學過技術分析的 你就非常熟悉 這個是一個破線點線 這個是一個絕佳聚集點 而且接下來就是主跌段的位置 會錯過嗎 10點19分 當他又回到8714的時候 市價放空 當他回到8714的時候 市價放空 因為主跌段就要開始了 這個是6月8號 6月8號的隔一個交易日 是四天連續假期之後的6月13號 8714市價放空完畢之後 接著隔天一開盤 隔天一開盤 8點54分 已經下跌超過100點了 超過100點 那不就表示 啊好 那市場是對你越來越有力的啊 這時候怎麼可以放過機會呢 市價再空 到9點06分的時候 只要他再跌破8590點的時候 跟進放空 跌了130點繼續空 甚至 讓各位觀眾朋友 感覺不可思議 讓各位觀眾朋友 逼緊神經的 阿拉也坦白講 我們的會員朋友看到 從8714點空 8614點空 8590點空 甚至跌了將近200點之後 我再跟會員朋友說 只要他跌破 一樣是追空 我相信我們的會員朋友 也是捏了一把冷汗 可是當會員朋友 收到這個字的時候 收到這四個字的時候 在8511點空單回補之後 不只從這個市場上抓到了 應該得到了一個絕對報酬 更重要的 也因為踩對了節奏 而讓期貨的操作變得 越來越有自信性 怎麼樣達到的 借利死利嘛 下跌100點市價空 只要他再跌破8590 跌了130點繼續空 跌了將近200點 只要他敢再跌破 繼續市價再追空 可是該回補的時候空單 還是要去做一個回補 因為這個叫做節奏 我相信這兩三個交易日 這五個交易日 很多觀眾朋友真的是被搞得 暈頭轉向 節奏踩得亂七八糟 更重要的 那接下來這個1090的一個聚集行動 到底怎麼樣具體的去做一個執行 在禮拜天 下午兩點在台北 趕快跟服務人員做一個諮詢的動作 等一下回來 我告訴你 明天我們的機會在哪裡 今天什麼兩點在台北 另一個不大動物居線 0800 55808 0800 5580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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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08 3258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藉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来 明天的节奏怎么踩 板机怎么扣 看清楚了 在10点之前就只有四个字 叫做突破跟进 突破stop buy 跌破stop sale 这是第一个跟第二个策略 这个要在10点之前去做一个执行 那如果它走的是第三个机会点的时候 各位这个就不要放过它了 详细的一个点位 R已经为会员朋友做好精打细算了 同样的1090这么大的一个机会 怎么去做一个具体的一个掌握 1090到底怎么去赚 赶快跟会员朋友 赶快跟我们的一个服务人员报名 礼拜天下午两点 我们台北见 本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则 谁去听 请去听没分析 没分析 不保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固德投顾就是 02-2578-3000 2578-3000 台湾要和世界做争议 需要更多的好朋友 当其他国家都在签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当然不能缺席 台湾走出去 经济更有力 外资走进来 产业更升级 谢谢 你担心 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定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装半天了 到底行不行啊 师傅 还要多久啊 好了啦 这支不用装啦 这支不装 一氧化碳出不去 会死人耶 热水机要请 合国的技术室安装 完工的时候 要请它在热水机上 张贴施工标签 而且每次安装或维修情形 要登载在施工登录卡上 网站还有更多知识哦 小带开心的开车车 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出去旅游 不妙哦 为细安全带致死率 为有细安全带的5.6倍 安全带应该确实绕过肩部 以斜向通过胸前 小朋友要避免安全带传绕 请不吝点赞